其实80年代,90年代 还有很多新的变化 交通工具的变化 接收信息的手段的变化 都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有BB机了 5000块钱一个坐机电话 后来各地户开始有大哥大了 那么大个的 大哥大真的可以开盒头吗 真的可以开盒头吗 真的可以开盒头吗 开盒头,砸盒头 你问得问吗 谁敢砸盒头 大哥大得抱着 他们肯定没试过 你想咱们的信息一开始呢 就开始呢,这个使用呢 它呢就是有声音 有声音,有声音 是吧 那第二个开始出文字了 你知道这个 当然PPG就可以出文字了 它可以显示谁找你 那么现在越来越来越多了 对,直到现在 咱们用嘴巴说一个 叫什么叫什么 就都声控了 对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